直至到2009、2010年發生暴亂 當時新疆其實是非常之暖的 當時的暴力活動非常之嚴重 我看到由暴亂之後 到今時今日的新疆 是簡直是兩個地方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一些活動的行為 你說強迫去工場去工作 是我從來未見過的事 去到2009、2010那段時間 正直當時國家是推動大西北發展 有大規模的發展計劃 所以在種種的機緣巧合之下 就專門引線地可以去大西北發展 新疆從來未去過 我第一次去到的覺得有點陌生 我剛去到的時候 用了不少的時間首先觀察地方 科特對我們的感覺 除了跟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 風格有少少不同 做生意的營商環境是差不多 直至到2009、2010年發生暴亂 而當時很多都是一些激進分子的行為 透過一些不同的途徑 會知道當時新疆其實是非常之亂的 當時的暴力活動非常之嚴重 會有一些放火的情況出現 破壞一些平民的商店 沒有目的的破壞是比香港更多的 我相信 我看到由暴亂之後到今時今日的新疆 外商環境、投放的資源 甚至每一年都會資助一些不同的企業 一些不同的優惠 特別是給新疆地區的 作為一個外商企業 我們完全感受到國家在新疆投放的資源 去刺激經濟是多麼厲害 如果要令到經濟發展穩定 首先一定要和平 國家的穩定是對於每一個國家 不單止是中國 都是我想第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 經濟活動來說 在過去這10年是非常發達的 亦都有不同的政策 不同的補貼 不同的優惠 令到營商環境絕對提高了 人民的生活好 消費能力亦都高些 所以令到整個城市亦都變得華麗一些 譬如你2009年去烏魯木齊 今日去烏魯木齊已經兩個地方 人你看到 比10年前開心很多 你看到他們的生活水準 我相信絕對不會比香港人差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一些抹黑的行為 你說強迫去工場去工作 是我從來未見過的事 亦都有很多用一些自動的系統代替了 最近的新疆棉花事件大家看到 其他譬如礦產一些我們生能源的行業 亦都有些製造機器的流程 完全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們亦都參觀過不同的工場 完全沒有這類型的事情發生 很多事情是很有系統去進行 新疆的發展在這方面是非常發大 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在強迫性的情況下發生的話 一定不可能達到任何經濟效應 所以我聽到這些報道的時候 我相信一些政治目的的抹黑多過披露事實